这里是中国财经报道 日本总务省2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受电费和食品价格上涨等民族的影响 7月份 日本剔除生鲜食品外的 核心消费价格指数CPI 比去年同期上涨0.6%至101.5% 这是日本核心CPI连续31个月同比上升 但涨幅保持了上月的较低水平 为时本国经济走出通缩 日本政府和央行 2013年1月是确立了2%的通胀目标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冬燕 希望通过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 用两年左右的时间达成这一目标 但目前差距依然较大